基本上在這波到目前為止 我想大概社區的警戒至少要看到5月中 不過社區我們只能提高警戒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打仗的時候 未浪子不關城中再度用打仗這兩個字來形容 主要這一波洛富特飯店群體幹人事件 今天有新增四起溫柔券的病例 其中三位是 安逸129的飯店環務部女經理的同屬家人 包括先生、兒子、女兒 分別在4月28號及29號陸續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 30號進行接受者裁檢 結果今天確診陽性 系列子分別是18、19、29 另外一位確診特案是安逸12確診機師的五歲女兒 也遭到感染確診 這名機師未把五歲兒子昨天確診之後 她的女兒竟裁檢 今天確診陽性 系列子為26 一家四口除了70之外 其他三位也是確診的情況 使得這一波洛富特飯店群體幹人事件 確診人數已經達到20位 已經超越近年1月 布立桃園院群體幹人事件 21位確診 也是92天以來 再次出現一天出現4幾分的病例 不過 另一型指動性逃痛的事 不管從病毒基因序列比對 或是從相關醫療結果 還是晚清這起群體幹人事件 整個傳染源 1120本身她目前插管 我們沒有辦法去詢問她 所以目前這個醫療的拼圖在缺這一塊 就這個案件本身因為序列是一致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應該還是有存在一些這個 相關的接觸的一個情形 只是說是不是因為剛剛提到的一些這種走道上的不期而遇 或者是說有回憶不起來的一些可能的接觸這個部分 就後續再看是否可以釐清 除了新政4起奔路病例 疫情指控性也從華航1279位機組員進行專案裁檢 今年新正義聯合羅斯30多歲機師 也被檢出血腥抗理引進 這名機師主要玩反澳洲執勤 最近一次是在4月7號陸進台灣後進行居家檢疫 而9號配合旅館簽後裁檢 核算檢驗是因性 血腥抗理是陽性 是這一波專案 第12位被檢出血腥抗理陽性的機組人員 由於這次飯店群感染事件 已經延伸到家庭感染 也有多位確認者曾四處趴走情況 未來會不會延伸為社區感染 也依其不關切 我們也不敢斷言就是說 一定沒有在社區引發 我們當然不希望在社區引發 不過現在大概就是 第一波還是要觀察 我們剛才講的1134跟1136 他們最近我們最近這兩個 他們在社區雖然只有兩天 兩到三天的這樣的一個染疫之後的 兩到三天之後的那樣的一個時間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高警覺 疫情指中心也公佈案1134 本國籍散鬥稅男性確診病患 和案1136本國籍散鬥稅防務部 女員工的主機 1134在4月27號上午中午的時候 有大254的公車 然後12點20在金富門7-11 金富門4待的時間很短 他就零個錢就走了 按1134在27號中午12點半到下午2點半 有到巴雷巴雷印度餐廳用餐 下午2點50分到3點30分 有搭乘672號公車 而9號則是搭乘26號公車 晚訪公司上下班 案1136則在4月26號到28號 有在鼎西古亭西門捷運站搭乘捷運 也從成都路轉乘公車到縣舍工 4月26號晚上7點25分到8點半 在永和區保平路 72度吸素肥健康餐用餐 疫情指中心呼籲 曾在上述相關時間和地點活動的民眾 僅進行自我健康檢測 若出現疑似症狀 也儘速跟1922聯繫 為了避免路伏特群衛感染事件 在其他防疫旅館重現 疫情指中心也呼籲 公會疫苗接種第一類到第三類同家人 也在明天開放接種後 能夠儘速接種 就是這些第一到三類 風險高的人員打 另外我們也會 比較強力的要求在我們的 檢疫旅社工作的人員 那機組人員 那還有防疫車隊 那還有在機場的相關的工作人員 希望他能夠儘速的趕快來打